當地時間的9月3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 在上週的南海軍演發射了4枚彈道導彈 在海內外引發了強烈的關注 美國國防部在週四發布聲明指責 解放軍在南海軍演並發射彈道導彈 進一步導致南海局勢的不穩定 美方反應比較激烈 他們的消息說解放軍向南海發射了4枚導彈 媒體稱其中包括一枚東風-21D和一枚東風-26B 他們都是美國海軍畏懼的航母殺手 此舉在向美國展示著反航母戰力 展現了有能力擊毀美軍艦隊的人民解放軍 甚至所有在東亞的軍事基地 這個舉動也是回應了美軍偵察機 飛進了解放軍宣布禁飛的演習區上空偵察 同時對美軍戰艦頻頻駛入南海人造島礁 12海里內的示威 更大目的是在表達民族主義情緒 表達當局的強硬立場 中方聲稱兩款導彈都具有強大的打擊航母能力 但這次發射只是射向特定海域 並未證實能射中移動中的靶船 兩者意義差別甚大 解放軍發射導彈是想向美國發出信號 中國有實力讓美軍航母不能在中國海岸 甚至第一島鏈內充分展示其實力 中方中程導彈數量不斷增加 雖可在衝突開始幾小時內摧毀美國基地 但估計也不敢這麼冒進 因為這將會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2020年美國的《國家利益》雜誌 點名了東風26導彈 特別談及了五角大樓的報告 提到了它構成了特殊威脅 該雜誌的《國防欄目》編輯也發表署名評論 強調中國導彈是不是航母殺手暫且不論 但它已經引發了美國海軍的大規模討論與評估了